在节能减排 大力推动新能源车型发展的大背景下 大排量的内燃机已经变得越来越稀有 尤其是处于大排量金字塔间的这个12缸发动机 现在已经所剩无几 但是12缸发动机所能带来的体验 是新能源车型永远无法复制的 那么12缸的情怀需要多大的代价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上海车展上装备12缸发动机的车型 兰博基尼依然还是12缸发动机坚定的守护者 他们在上海车展上带来了Essenza SCV-12 Essenza这个词在意大利语就相当于英文里的 Essenza也就是本质的意思 那名副其实它就是一个纯粹的赛道机器 它的一切都是为了扎取最快的赛道圈速 它的外形完全服务于空气动力学 你看车头已经找不到传统意义上的大灯了 只在下面做了两个象征性的LED灯 然后车头的所有重点都是气流的引导 配合车身的各种空气动力学套件 尤其是车尾巨大的尾翼 还有它巨大的夸张的扩散器 那据说它在行驶在25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 能最大产生超过1200公斤的下压力 那这个下压力呢 其实已经超过了DT3规格赛车的下压力 甚至接近于一些F1赛车的下压力 Essenza SEV12它最核心的部分当然是它的发动机 装备了一台6.5升V12自然CC发动机 它动力已经被压榨到了830马力 但是官方并没有给出它的0百加速或者急速是多少 因为作为一款赛车的话 它的急速或者加速都完全受到它的调教的影响 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给你提供极致的驾驶体验 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尾翼 其实在尾翼的侧面呢能看到这种调节的装置 就是用于调节尾翼的角度的 比如说在一些需要高下压力的赛道 那尾翼可以调的角度更陡一些 这样能提供更好的车尾的一个下压力 那如果在一些高速赛道上弯道比较少的话 就可以相对来说把尾翼调平一些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它的急速完全是受到它的调教影响 以现在SCV12是由兰博基尼的Squadra Course赛道部门打造 全球限量只有40台 至于价格嘛 如果你能买得到它的话 价格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其实除了购买 它的后期消费也是巨大的 因为它是一个赛道专属的车型 并不能上路 但是兰博基尼能提供保管服务 当你想它的时候可以通过网络摄像头去看一看它 当你想要开它的时候 那就给兰博基尼打个电话 约个时间 咱们赛道见 12缸除了可以是让人血脉喷张的 也可以是从容不迫的 宾利欧路GT W12 Moliner就是这样的车型 不过其实这台展车是V8的版本 W12版本的欧路GT最大输出是635马力 峰值扭矩达到了900游米 我在赛道上和公路上都开过它 它给人的感觉并不是那种很暴力的 而是那种绵绵不断 内力深厚 并且从容不迫的感觉 Moliner版本的欧路GT 与标准版的车型的区别 主要在一些细节上面 比如说中间的这个隔山 它的这个隔山设计 其实是有两层搭配的 由银色和黑色的不同的事件来组合而生 另外它在侧面这个区域 还有一个Moliner的专属标志 除此之外呢 它车内的一些配色 材质纹理 都是Moliner专属的配置 想要拥有一台W12的欧路GT Moliner的话 你需要花掉400多万人民币 但这400多万只是一个参考 因为Moliner提供很多的私人定制 只要你想得到 几乎没有它们做不到 当你完全符合你的心意 选装完这一台欧路GT的时候 也许这个价格 就会去到一个500万600万 甚至更多的一个程度 其实我刚刚跟销售聊过之后呢 他们说现在W12版本的配额 已经非常非常少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 那就赶紧出手吧 上海车展上 劳斯莱斯带来了幻影天破简藏版 Tempest Collection 这又是12缸的另一种极致形态 它是基于第八代的幻影打造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车内的浩瀚星空 你可能会说 普通版本的劳斯莱斯也是可以做星空顶的 确实 不过这台幻影天破点藏版的星空顶 叫做脉冲星空顶 它的灵感来源于1967年首次被发现的脉冲星 它将光纤和Bespoke高级顶值的刺绣图案融为一体 那除了车顶之外呢 它的车门内侧的面板上也制作了星空的效果 所以坐在这台车里 就仿佛置身于宇宙空间中 而由6.7升V12双涡轮增压驱动的它 就是带你穿梭星空的一条魔毯 能体现这台车与众不同的细节还有很多 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当然劳斯莱斯完全可以根据你的喜好进行量身定制 而幻影天破点藏版呢 全球限量只有20台 国内只有7台的名额 并且我身边的这台售价为1888万的幻影天破点藏版呢 已经名花有主了 对 1888万 这就是你要拥有它的代价 一种是贴地飞行的12缸 一种是从容驰骋的12缸 另一种则是浮游在星空 穿梭在宇宙的12缸 它们都是汽车界的顶级奢侈品 但也许不久的将来 这样的奢侈品可能会逐渐成为博物馆的陈列品 未来电动车的世界也许会有不一样的美好 而此刻的浮华稍纵即逝 如果你正好是有能力拥有它们的极少数人 那就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去拥有吧 如果你和我一样 只是能看看它 听听它的普通人 那也值得为它们送上最真诚的敬意 在你本期监リ